唯一一个完全处于在海洋上的国家 所以到期的天气 也会区别于蒙德和黎月天朗七星的感觉 到期的地形为海上群岛 旅行者置身在每一个岛屿之中时 会感受到眼前的景色 随着光影的游走 快速的流转变化 仿佛每一眼的景色 稍不留意就会被海上的风吹走了 那和我们试图想要在空间和视觉上 营造这种明暗交错的光影变化 去传达给玩家这种情绪上的东西 同时到期它又是一个 深受雷元素影响的地区 所以在视觉表现上 势必也会区别一些与众不同的特点 在雷元素和海岛这两个大的设定背景下 到期的风貌它和生态 它都是建立在海岛的地质形态上 去做推演的 在这样的地图上 我们想让玩家从基础的山石上 就能感受到雷元素对整个世界的影响 并且我们还想要制作一些非常特别的 并且是有辨识度的结构 于是我们试图从真实的世界的 自然奇观里面去汲取灵感 最后我们就像日本的屏风浦悬崖 作为了这次设计的锚点 这个有着东方多佛悬崖支撑的地方 它有着独特的地质结构 它的纹理都是横向深长的 而且有一些海上的小岛 甚至就像是横着插进了水面当中 就非常的不稳定 跟我们想要表达的雷元素对地形的影响的感觉 是非常相似的 于是循着这个锚点 我们将横文的语言进行了提炼并且重构 把这些横向的纹理和结构刻画在每一块山石上面 然后在拼接方式上 把这些纹理又重新的组合起来 组成了现在的看到的这种交错线条的方案 原来雷元素对地形的影响 是通过这种方式表现出来的吗 感觉真的很新奇 是的 但是同时我们也遇到了一个很大的挑战 就是如何在不破坏原有的自然生态的情况下 让玩家能够有更大的探索的空间 去感知雷元素影响下的这些奇特的生态 那后来我们想到 如果把整个岛看成是一个 更加立体的上下结构的空间 然后让玩家就通过一些秘密的地方通道 找到这些地方 就像千语千行里面 它透过了长长的隧道 然后到达了一个艺术界 然后像笼包里面那样 通过自家后院的篱笆 掉进了笼包的洞穴 然后这样会不会更有意思一点 有了这样的想法以后 在得到了IP 还有策划同学的鼓励和肯定以后 我们就开始了漫长的挖洞之旅 我们把雷元素影响产生了一变的神音数根系 缠绕在鸟居上面 用特殊造型的发着光的紫色灌木 去照亮这些黑暗的洞穴 我们想从形态还有颜色上 去表现雷元素的奇幻感 那如果你想要以探这些奥秘 你就可以在村子里找到一些钥匙 从村子里枯井跳下去 或者是从海边的礁石钻进去 又或者是从守护之森隐蔽的小洞 找到这些暗藏在平凡事物之下的宝藏通鉴 然后这里到处都会弥漫着一股危险的气息 和地面上那种安静美好的画面形成了巨大的视觉反差 然后到处还有一个非常具有奇幻色彩的地点 就是神物种给它被杀 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大型的人文历史跟自然风光相结合的地方 刚才AB同学也提到了 雷电将军跟大蛇战斗了以后 然后它留下的碎神残渣就是被封锁在这个岛上的 然后以残渣为核心的能量 它会将周围的山石整个聚集起来 在画面中心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视觉中心点 而到期最大的演练设施 欲影无限便位于四处了 然后为了进一步强化这个能量的视觉表现 我们就将周围的牵引的木栈档 全部向中间聚拢的方式 去跟中间的如星做了一个呼应跟衔接 然后又把内部的空间融化成紫色 在环境当中增加了飞沙走势 和忽明忽暗的闪电的特效 尽可能地去表现这种危险感跟神秘感 然后这里它也是一个大型的大世界的主题任务 它被物语 有着很强的关联 然后就是在没有解锁这个相关的任务之前 这里的外部会笼罩着一个巨大的 类似电波纹的能量罩 然后你稍微接近一点点 就会感受到内部强烈的能量的涌动 那么说起来场景里面的这些花花草草 它好像也跟之前的地区非常的不一样 是的 就是关于稻妻的植被 是基于前期雷元素的对应色 我们和IP大佬敲定了 用紫色系来营造雷元素的影响区域 而没有受到雷元素影响的普通区域 我们就保留了吉普利动化晶天的配色 是一种冷吊子下的各种绿色的融合 然后淡蓝色的洗淋草和深蓝色的风性子 构成了稻妻最基础的生态 它串联着每一片平原跟滩土 芦苇则是在关口河滩还有山坡上旺盛的生长 即当夏日来临的时候 稻妻的人民就可以坐在樱花盛开的干津岛上 远远的看着烟火在稻妻城上控绚丽的绽放 然后城里的烟花也会被烟火照得通透无比 倒映在海边的点点花果 寄托了我们对一切美好事物的想象 从这个CC的描述里 我们能够深切地感受到一个创作者 对自己的这个作品的这个热爱 也不知道这个稻妻这么多美景 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处呢 这个还真挺不容易回答的 大伟哥你刚问过的时候 我其实脑海装中已经有了一些画面了 比如缥缈的博物和风吹落的枫树叶 影验着离岛的建筑 萧瑟的气氛笼罩着这个港口小镇 模糊的光线中 你可以看到有人群在走动攀谈 平原上的小溪旁边 安静地坐落着几户淳朴的民居 回头望去鸟居 从遮天蔽露的大树当中探出头来 那如果你恰巧发现了草丛中的泥猫 你就可以跟随着它一路时机而上 穿过一片水汽弥漫的森林 便来到了被飞鹰绣球粗拥着的神里灵花的家了 画面感真的好强啊 如果从稻妻的建筑来讲的话 我最喜欢逛的一处就是神里家的府邸了 穿过光线透过的回廊 坐在灵花大小姐的茶室中 旅行者们可以透过半敞开的结构 看见绿枝眼印的平亭 而远处的稻妻城和天守阁 在樱花的粗拥下若银若现 阳光透过厚厚的云层照在天守的房顶 直屎画堂 这许多与东方审美相似的地方的描写 也会一次又一次地带给我心灵上的震撼 那在接下来的版本当中 还会有更多具有喜欢色彩的场景 它比如有鲜明的异国特色的 它的地貌更奇的色彩更梦幻的海奇岛 然后被横长的雷暴所覆盖的 无比壮观的青睐岛 还有常年无人踏足的鹤怪 那里有凋零的枯枝 和形似雷鸟羽毛的植被 无处不在 以及在稻西海平面之下 最大的地下空间 那里有着更多更奇茂的 奇特的风貌的植物 等着你去探险 作为场景的创作者 我们也在期待着新的领域 新的区域 将新鲜而有趣的体验 带给所有的旅行者们 非常感谢CC带来的精彩的分享 那除了迷人的风景 原神的音乐 也是旅行的朋友们 一直非常关心的部分 在正式进入2.0版本之前 我们对原神1.0版本的音乐 做了一次回顾 许多好听的音乐 比如旅行者与公子 惹拖龙王交手时的战斗音乐 以及出现在足迹 我们终将重逢 等经典批评中的音乐 都将收录在这张全新的专辑 《珍珠之歌》中 一起来看看吧 《珍珠之歌》中